现在我们来谈最佳话的问题 要谈最佳话 我们就拿一个例题来解释 我们看看 有一家饮料公司 一罐饮料成本是两元 那一罐卖五块钱 每个月就可以大约售出了四千罐 那么最近公司打算要涨价 但是各位同学要知道 我们卖的越高 并不见得赚的越多 因为我们因为市场的关系 你价格越高 可能它就会影响到它的销售量 好 那么每增加一块钱 将会减少销售四百贯 那么我们要如何来定这个价格的策略 那么能够让我们可以得到最佳的利润 那这种题型我们就称为最佳化的题型 做这种题目 我们必须要先设计一个model 就是要找出它的最佳的策略之前 先找出方程式 我们来看看这个题目 这个题目说 卖一贯我们可以赚多少钱 我们来先做一个表 三块钱 如果是平均一个赚三块钱 那我们的数量呢 是四千 那么我们这个利润在这边 profit在这边 就是两个相乘 好 现在是这样子 如果每增加一块钱 就是说我们涨价 涨价了 涨了一块钱 这边就变成了 加一块钱 这个量就会降 四千就会降多少呢 四百 那么这个利润 那各位同学的话呢 可以算一下 这边是涨了两块钱 这边就会减掉四百乘上二 那各位同学的话 那是两个相乘 也知道了 所以我们要先设计 它的方程式 怎么设计呢 假设我们是 涨了X块钱 那么我们就可以赚 每一罐就可以三加X 但是相对的量 就会减得更多 我们这个地方是四千 减掉四百乘上X 那么利润是多少 我们来把它写出来 利润是多少呢 我们可以用的是 我们用PX好了 Profit 是两个相乘 相乘出来的结果 就是我们的利润的模型 是三加X 乘上四千 减掉四百X 那这个方程式 我们要希望这个值是最大 我们来看一下 这怎么做 先把它展开来 这个等于 我们先把四百提出来 这是X加3 这个400提出来了以后 这边就会变成了 10减掉X 这个400我们可以先暂时不用理它 这边展开来就变成了 负X的二次方 这边是减3X 这边是加10X 所以是加7X 这边是加上30 好 现在我们希望 这个数字是最大 那么我们怎么做呢 用微分来做 P'X是多少 微分了以后 这边是400 留着 数字不要管它 这边是 负2X 加上7 于是我们要寻找 X是多少 会让它的微分会变0呢 我们的临界值是多少 X是 2分之7 就是3.5 3.5是我们唯一的临界值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 X等于3.5 是最大值还是最小值 我们用二阶导数 来看一下 我们发现它是 这个地方再微分 就会变成了 负800 这是小于 横小于0 那么我们解释 怎么解释呢 两次微分是小于0 它是一个下凹的图形 也就是说 我们有一个最大值 在这个上面 最大值是多少 3.5 也就是说 以这个题目来说 我们的最佳策略是 不要涨太多 也不要涨太少 我们涨3.5 是我们最佳的策略 在这个地方 是我们最佳策略的策略 我们最佳策略的策略 我们最佳策略的策略 我们最佳策略的策略